从2001年入选花莲石雕艺术纪户外创作营之后 就留在花莲继续创作的法籍石雕家约瑟夫 18年来在花莲结识了许多的好友 也获得了许多的帮助 如今他为了儿子的教育必须要返回法国 而为了表达对花莲的感谢 约瑟夫创作了快乐女孩的石雕作品 并且在各单位的协助之下 这个快乐女孩将会驻留在驴潭风景区内 为花莲和法国温暖的友谊留下见证 法籍石雕家约瑟夫自2001年首次来台 参加花莲国际石雕艺术纪户外创作营 就爱上了花莲这块土地 他在这里取妻生子定居花莲18年 也因此结识许多好朋友 更获得很多花莲热情人士的协助和帮忙 我在这里吃饭年 我看参加了你们的孩子 我看参加了我的儿子 我很高兴 我没有一个困难的事情 因为你们词到我的需要 如今为了儿子的教育 约瑟夫决定返回巴黎 临走之前 他创作了一个快乐女孩 献给花莲这片土地 以及所有帮助过他的朋友 法国石雕艺术家我们 Joseph 他在花莲已经有18个年头了 因为个人生涯的规划 他想要在这个月底 回到法国巴黎 再去重启另外一个 艺术创作的生命里程 那他对花莲这18年来 照顾他的好朋友们 依依不舍 那也对花莲这块土地 好山好水的感情 是非常的坚定 他为了感谢这些好朋友 还有花莲这块土地 他就创作了一个快乐女孩 Happy to Live in 花莲的作品 特别有一个想送给我们花莲人 送给花莲 感谢花莲的一个活动 花莲在地艺文界人士 努力奔走 为快乐女孩 找到最适合的住留地点 也举办了监政欢送会 外交部也首度颁证了 木仪奖章 感谢约瑟夫搭起台发 外交情营的贡献 而文化部国际交流司 还有匈牙利台湾办事处 也都到场来见证 这个美好时刻 这件洋溢着生命活力 还有幸福快乐的作品 快乐女孩 将落脚在 鲤鱼潭公园管理处前广场 把约瑟夫对花莲的感谢和祝福 留在每一位到访者的眼中和心中 谢旅会 首逢翔报道